石乐应该说是中国近代 极具传奇 极富个性的一位少数民族领袖 从哪能看出来呀 就从他对这些西境贵族的处理方式上 石乐处理过谁呀 他把当时最著名的一位青坛高手 王衍给处理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有那么句话叫青坛物国 叫狡兔三窟 就说这回事呢 王衍是当时时代的偶像 青坛是当时一种很普遍的 高层贵族的生活现象 他们是天天吃饱喝得了 擦着抹粉穿戴整齐 坐一块就在那砍呢 谈什么呀 谈玄 说的越抽象 越神不其神 越大伙听得费劲 干脆说吧 越听不明白越好 王衍自已辅 家住山东狼牙 他是当时代竹林七贤之一 王荣的堂地 要不怎么说他名门呢 王衍沾着他哥哥的光 明氏之后 明氏之足地 这就使他的身份 有了很大的光彩 光仅此一点还不行啊 这王衍 史书记载 说他风度雅致 神情名秀 那是一个地地道道 毫无争议的 漂亮人 打小的时候 那个气质就欲众不同 当时有名的人 对他的评价 简直是搜索哭肠 生怕描写不准确了 说这王衍 似诸玉在瓦石间 就好像那明珠 埋在瓦砾之中一样 言外之意 云云众生都是瓦砾 这王衍就是那明珠 还有的说他 言言轻致 必立千丈 什么意思 说他是傲然独立 跟一般的人 是截然不同 还有人说他 神姿高澈 如摇林穷树 自使风尘外物 长得 简直就是不是红尘中的人 不是凡人了 怎么说的都有 王衍 也别说 自幼 就是与一般的孩子不一样 小的时候 有一次 去拜见杨户 那年王衍 才刚刚十四 十四岁 那不孩子吗 杨户 是当年帮着近武帝 司马延 制定全盘 罚东吴计划的那位名人 十四岁的王衍 去见杨户 那可是近武帝的红人 人家王衍 一点也不怯场 没说到那儿又闹 又紧张 要不就是胡说八道 要不就是下的一语不发 都没有 从头到尾 一直是那么自然 大方 毫无畏惧之态 这孩子谁呀 不知道这王荣他堂弟 啊 他长得太漂亮了 这先放一边 你看这举止 超然脱俗 端庄大方 这不在这孩子 怎么有这种气质啊 天生的吧 就连杨户 对他也是一分夸赞 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 后来那杨俊想把闺女给他 杨俊是谁啊 咱们前文书讲过 贾南风一箭双雕 不是灭这杨氏一党啊 这杨俊 就是那边杨国障 杨俊想把女儿嫁给王衍 过去 尤其在那个年代 门当户对 够多么重要 这两近时代 这士族门法势力 左右着人的仕途 左右着人的婚姻 那这两家门当户对 都出身高贵 喜成家喜 成家亲 那名声不越来越大吗 杨俊那是很有身份的人 打算让女儿跟这王衍过日子 您再看这位神情潇洒 举止端庄的王衍先生 疯了 一会儿哭是一会儿笑 白天不在家待着 晚上在院里乱跑 怎么回事 有人传说这王衍疯了 那这杨俊一听疯了就不行了 你这出身再高贵 不能把女儿往火坑里推不是呢 让他跟疯子在一块过呀 那可不行 就这样 这婚事才算不了了之 王衍真疯啊 没有 他是装疯以求必婚啊 他没看上杨俊这人 也没看上杨俊那闺女 那闺女先放一边 他觉得杨家这门风 这做派不般配 王衍可够狂的 应该这么说 他世财傲物 是打小 狂到大 你始终如一 那么猖狂 在这些谈玄的高手里边 有很多人都想接触接触王衍 他有小天带着这个气质 压同龄人一头 到后来 也喜欢看书 应该说也算学识渊博呀 真在人才积极 高堂之上 王衍在那谈谈讲讲 说说道道 真就能把大伙给说的 目瞪口呆 有句成语叫信口词黄 就是说这王衍 他穿戴齐整 手拿一尾竹尘 竹尘地的扶尘呢 是一种鹿的尾巴做成的 那柄得是玉的 玉柄主尘拿在王衍手中 就像神仙 为什么 你不仔细看 根本就看不出 那玉柄跟他那手臂 有什么区分 这王衍先生长这么白呀 玉柄拿在玉臂 玉腕玉手之中 简直浑然一体了 轻轻的被一摆 心风道骨啊 张嘴就是桂吾 一谈就是老庄 说他大伙 大无大有的 这王衍说错了都不要紧 为什么 他反应机敏 眉毛还是轻轻往上一扬 目光看得很远 马上就能更改过来 信口词黄 在形容这王衍的时候 那是一个包义词 有褒奖之意 人说他反应快 怎么说怎么都有理 到后世传着传着 就变成贬义了 有胡走歪理 胡说八道之先 为什么叫信口词黄啊 古人写字 用那个词黄来修改 写错了 跟现在那遮盖叶一样 盖入了从写 但那是在纸上 而王衍能信口词黄 随意在说话的过程中 去改变自己的错误 去修正自己的观点 这不能不说 谭玄高手里的高手啊 折服了一大批人 这名声越来越大 家族的背景 个人的气质 加上谭玄的能力 连那位晋武帝司马炎 都听说了 啊 王衍 如此神奇吗 把王荣找来 问王荣 令堂弟 天下何人能比啊 王荣想了想 哎呀 当今天下 恐怕难以找的第二位了 陛下如果非要比的话 只有从古人中去寻找啊 哦 金武帝一听 那在古人中跟谁能比得了啊 那您得等我去找找 嘿 听王荣这么一说 合着千百年来出不了几个他唐帝王眼这儿的人才 真这么悬吗 这应该说是大家族的集体炒作 王氏家族对待王眼都是推崇备之 好些名人的评论 里边就是他的族兄族弟 给打个稿子往外边自个儿去嚷嚷 那年头是没有电脑啊 要有互联网恐怕不够他们自个儿发帖的了 总而言之王眼成功了 天下明示 有一次他去拜访山涛山剧园 山涛也是竹林七贤之一 这山涛在竹林七贤之中 不是当官当得比较高吗 职位比较显赫 曾经被人家大骂 被谁被那吉康啊 吉康有一封书信 与山剧园绝交书 山剧园就这山涛 山涛做了高官 王眼当然要去拜会拜会啊 一见山涛 把山涛吓一跳 几句攀谈之后 山涛送走王眼 心中在想啊 这真是奇才一人 他想着想着脱口而出 何物老欲生您稀儿啊 然 物天下苍生者 未必非此人也 什么意思啊 这哪来的一只妖女生出这样一个好孩子呀 啊 可是耽误天下大事的未必就不是他呀 这句话其实没什么逻辑必然 就是山涛山剧园 看完王眼之后的一种个人感受吧 但是 却成了一句称语 不幸言重 王眼 自信的都有些过头了 跟朋友在一块儿之后 老拿自己跟子宫做比较 子宫那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名人啊 孔子的得意门声之一 子宫周游列国 游说了很多君主 全拼三寸不滥舌啊 王眼觉得自己跟子宫有一拼 最喜爱谈论纵横之术 当年春秋战国时代的纵横家可了不得 一言兴邦 一言丧邦 王眼觉得自个儿就有这本事 当时后进之势 争相效仿啊 什么叫时代偶像啊 什么叫时尚追逐啊 都集中在王眼身上啊 他出门擦多少粉 那会儿那男士出来也擦粉吗 两进时代 以白为美啊 这长黑了 那就差着身份 所以那不白的呢 就得给脸上抹粉 王眼本身就白 他还在抹粉 春着是不是样式 手里边拿这玉饼煮尘 拿在哪里 摆在哪里 说到什么时候 怎么一个节奏 啪 把这甩子 那不是参与甩子 就把这扶尘甩他们一下 这有人都做着准确记录 他谈话 张嘴之前 眉毛怎么样 眼神什么样 那个坐姿怎么样 都有人魔法 简直 拿着王眼当神仙来 王眼 一张嘴就是贵吾 最崇尚就是老庄 这世界上什么都没有 用不着当官 他好像不热衷正直 其实你仔细一看 他比谁都关心正直 他的大女儿 嫁给了贾密 贾密 叫贾南风那侄子 贾家 是在西晋初期 那最大的权臣之一 您想那贾南风 那跟那傻皇的敬惠地带一块 那傻皇的全听他的 都独自全力 王眼把大女儿 嫁给贾家了 另外呢 把小女儿 嫁给了司马玉 司马玉是谁啊 叫那傻皇帝 敬惠地的儿子 当时不是太子吗 他又跟太子联姻 这可了不得 你甭管是贾家说了算 还是太子将来继位 司马家在掌大权 反正我王眼 是左右逢源的 这就是不热衷正直的王眼 实际的表现 他为了左右逢源 不惜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可当他的太子姑爷 司马玉 被贾南风囚禁在金庸城的时候 不是把太子废了吗 太子就想到自己的岳父了 当时王眼在朝中居官 百官之中很有威望 有影响 太子给他写信 求岳父帮帮忙吧 王眼都没敢管 反而上表 要求女儿跟太子离婚 这种见死不救的残忍手段 落井下石的卑劣行为 让好些了解王眼的人 都大吃一惊 西晋王朝经过八王之乱 闹了一个风雨飘摇 苟延残喘 最后一位决胜的王爷 就是那东海王司马月 司马月掌权 重用王眼 王眼是名士 有号召力 王眼有什么高见 他正给司马月出了个主意 现在天下大乱 他劝这位东海王司马月 应该依赖方霸 方霸 四方各个重要的关爱地带 各个重要的战略区域 都得有霸主啊 各方霸主 维护咱们洛阳都城 这样天下就稳定了 司马月还真相信 那你帮我看看 谁都可以作为方霸呀 好嘛 这王眼来的一个集中批发 集中批发 批发谁啊 批发他那哥们弟兄啊 他让自己的弟弟王成 做荆州刺史 足弟王敦 做青州刺史 而且跟这哥俩 还一带交代呢 说荆州 那指着指王成 那有江汉之故啊 长江汉水 那是天人屏障 那是天人屏障 而青州 看看王敦 有富海之险 青二人在外 而无留于此 你们在外边 我守的洛阳 族以为三窟也 小兔三窟嘛 就说的这王一甫 这一番安排 不能说司马月 什么事都听他的呀 司马月掌权 对司马家族中 他也有一部分 安排调动 你比如说司马瑞吧 这是狼牙王后裔 司马月就让司马瑞镇守扬州 本来扬州这 这王衍也想派自己人的 一看人家司马月定下来了 王衍派自己的族地王岛 作为司马瑞的首府 您可记住了 这司马瑞跟王岛 就是后来东晋时代 王与马共天下的代表人物 在临别之际 王衍跟自己的兄弟 一一打招呼 今王室将备 故使地等居其处之地 外可见霸业 内族以匡地势 所望于诸地也 多的野心呢 外可见霸业 你们在外边 可以称王称霸 对内呢 这就是客气话了 匡扶地势 我希望 都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种政治野心 说白了就是四个字 叫称威 屠霸 结果这王衍怎么样 结果好不了 荆州的王城 兵败被杀 青州的王敦 还没等把青州得过来 那青州就大乱了 守在西晋都城 洛阳的王衍 他最后 成了西晋贵族的领袖了 为什么 那东海王司马越 病死了 眼睁睁 匈奴的刘渊 杰族人领袖 石乐 这不都带着兵攻洛阳吗 司马越 实在抵挡不了 带众逃跑 跑得万道 一着急死了 推举谁啊 大伙一看名望最高的就是王衍先生了 王衍带着我们跑吧 王衍带着众人跑到半路上 就被这石乐给抓着了 石乐此时是刘渊手下的大将啊 也听说王衍大明 一定要见一见 结果把这王衍请出来之后 王衍痛哭流涕啊 说我少不遇事 本不愿为官呐 石乐将军应尽早称帝呀 多悲哀啊 多么不择手段 石乐可也不是傻子 王衍带这会儿还在那撒谎呢 那小时候 我不懂得规划谋算 我没打算当官的 这习的糊涂就当了高官了 有习的糊涂当国家首府的吗 而且劝石乐称帝 这是石乐最忌讳的 石乐由奴隶到将军 权杖着刘汉政权 对他的重用啊 现在刘渊已经死了 继位的那刘聪 又是一个无道昏君 石乐正有造反之意 那可不能让你往眼说呀 石乐跟手下的谋士商量 那这帮进芒朝的贵族 怎么办呢 那会儿说那就得杀了呀 不过他们都有身份的人 让他们体面一点死吧 也甭勒死也别砍头 让他们死的个全尸 老这么一个结局总行吗 好吧 大半夜 大半夜这帮士族门阀的代表们正在那集体摔驾的时候 就听一声巨响 呼喽 怎么回事 墙倒了 污塌了 石乐派兵丁推排墙压死了众人呢 王眼 是不是到临死前 有所醒悟啊 史书记载 王眼倒是说了一番话 这呜呼 无辈虽不如古人 向若不上虚服 陆立以匡天下 有可不至今日啊 我们虽不是大才华 但是要是好好一块治理国家 也不至于落得今天这一步 口谈玄虚 标榜贵吾的王眼 从不严厉 一生苦苦追逐名利的王眼 他联姻太子 妄想左右逢源 角度三窟 野心涂霸 这是西晋贵族的特点 只能共富贵 不可共患难 这种门阀风气 一直影响到了东晋王朝 豪门大族 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安全 与中央集权是貌合神离 这就决定了 他们对晋王朝的更替 是多么冷漠 对晋世江山的兴亡 是毫不关心 自治通鉴上 评价这王眼 说忠臣国耳忘家 盖国安 则嘉义安也 国都不存在了 你这王氏家族能好得了吗 满生后被毒使到此 莫不深思啊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当高墙轰然倒塌的时候 当尘延盖地而起的时候 没落的西晋贵州 大户门阀们 走进了历史的幕后 这种谢幕 有些悲哀 有些好笑 更有一些酸楚 不知王眼 他临终前的忏悔 是真觉醒了 还是一瞬间的清晰呀 总之 都已经于事无补了 而杀人者时乐 却会心 而笑 明白 都律aya